在台中登场的国民党总统初选第二场国阵愿景发表会 张亚中首轮发言批评民进党走文化台独路线 刨掉中华民国的根 而国民党却没跳出来捍卫 韩国瑜跟着骂还强调双语教育的重要 在我们的根被刨的时候 本党在哪里 在捍卫吗 有抗争吗 不要说没有做到波乱反正 连最后的课纲微调也不敢坚持 我如果是总统 我会清楚与大声地告诉国人以及全世界 我们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民进党这几年 暗中去中华文化 小刀巨大树 一点一滴的歌改变课纲 教育部公布要再学七国语言 学了七国语言之后 学校还要教母语 原住民闽南客家 下一代台湾的竞争力在哪里 我们下一代的孩子 一定要培养中英文双语教育 郭台铭这次出奇招 拿出多个道具辅助 目标发扬传统文化 同时也承诺如果他当总统 小孩出生到六岁 由国家来养 父母不用出任何一毛钱 尊重本土文化 不必摧毁中华文化 两者可以相补相成 共存共和 所以我当总统 就会采取尊重多元化的文化政策 只要我当选中华民国总统 所有的新生儿 从出生到六岁 由国家帮你养 周锡伟则是当场 直接唱起流行歌曲的一段 形容年轻人的窘境 不只同样引用和周锡伟 同一首流行歌曲 朱立伦暗奉韩国瑜 和郭台铭意味也很浓厚 五位参选人从青年 社会到文化教育 阐述自己的政策想法 接下来最后一场谈论 经济 财政 环境 以及能源的国政愿景发表会 将在七月三号登场 原市新闻喜顾绑号台中市采访报导